Hello YouTube,我是Jason 今天我們跟大家去玩一隻 Sponsor 過我們很多次的手機遊戲 Rush Royale 這個遊戲是一隻塔房的遊戲 如果大家看過我之前其他影片 主頻道的影片上面 其實我們宣傳過這個遊戲幾次 如果大家看完廣告之後 有下載過來玩的話 應該對這個遊戲都不陌生了 這個遊戲大家看到畫面上面 我們可以選擇跟玩家對戰 或者跟玩家合作一起玩 我們先打一次一個合作關卡給大家看看 不是那麼容易玩 通常都是那些豬隊友 那些豬隊友不夠勁 然後拖我後腳 搞得我過不了 當然最好就是跟朋友一起玩 因為你自己一個人玩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要隨機去找一個隊友 跟你一起去打 OK 找到隊友了 入場 他每次開場之前 他會隨機選擇兩個的一個模組 這兩個模組一個是好一個是壞的 所以你看到一個是天使 一個是魔鬼 OK 好 這個因為我們是跟隊友合作 所以我們不是對打 我們是 要一起去到 打低敵人 然後去到過關 大家看到現在我是下面的版面 我隊友就在上面了 大家看到剛才我不斷去到 我把我自己的旗子去到 將它們合體 那我將它們合體的時候 其實它是會隨機 它是會隨機去到 生成一個 本身我已經有的一些Unit 那暫時我這個牌組 我主要的那個 輸出會是這個工程師來的 所以 我主要就是Power Up這個工程師 其他那些我多數都會用來做這個 當作是輔助角色而已 工程師大家看到 它連在一起的時候 它的齒輪是會在這裡轉的 它的齒輪轉的時候 其實那個輸出是會提升了的 我暫時覺得這個隊友OK 看來我可以在拍片的時候 可以過刀版 這個呢 我在我Roll Game之前 我打了四、五次 我打了四、五次都是輸的 而每一次輸 都是隊友的輸出是很低 是低得很厲害 累我過不了版 雖然我不想這麼快拍定手 但是呢 好像過到版 好了 我們現在 留招絕技去到最後才用 這裡應該都過到的吧 我想 OKOKOK 這裡都過得沒問題 我們留招絕技去到最後一波 最後一個BOSS出來的時候 我們才用 我們這個點為之過版 我們不可以讓那些怪 過到橋進去裡面 因為這個是塔防遊戲 只要那些怪過不到橋 進不去裡面 我們就可以了 喂 有點問水 24個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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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個 啊 OKOK 沒問題 沒問題 那些怪只要他們過了中間的橋 我們就會輸的 喂 最後一波 400多K血的BOSS 哇 什麼事 他降低了我的品質 他把我的東西調到位置 嘩 他把我的角色調到位置 誒 又掉色衣? 哇 嘩 我的... 啊 暫時要放下去 嘩 好賤價這一招 嘩 好賤格 它不是不斷... 嘩喔~~ 所以為什麼不就是重新玩笑 它不只是掉色衣 它只是把我的棋 變成了 幫我變成了第二款棋 我暫時覺得這個隊友OK 看來我可以在拍片的時候過到版 我輸出高位是90萬 這個不就好,是豬隊友 隊友拖累 下一局我們來試試玩家對戰 玩家對戰 他的牌組跟我差不多,他有一隻我沒有 玩家對戰 正常我就會先放很多棋子 然後看看我有什麼棋子比較多 我才去到最後選擇 是去到升級某一隻 例如我做主力 因為通常都不會打到很後 跟玩家對戰的時候大家看到我們兩個人都有三個心 那是血量 只要有三隻怪通過自己版面的城牆的時候 就為之輸 是輸的,現在暫時眼看我的輸出比他高 暫時眼看我的輸出比他高 暫時眼看我的輸出比他高 等等,再合 嘩,今場我真的全獵人 我 他輸出不夠高 嘻嘻 他升級得太平均了 我只有一堆獵人已經夠打了 五十六K血的BOSS 嘩,降輸出 那些獵人乖 嘻嘻,他不是輸出比我大嗎 他比我快要殺死 OMG 現在我的輸出比他高 為何我剛才突然之間會打得比他這麼多 奇怪 Oh my god Oh my god 糟了 我會怎麼過個級的 喂,什麼事啊 所以說,玩這個遊戲真的不要先拍手 為何會這樣 剛才我還放下 打算一想一下 啊,贏了之後說什麼好 竟然 喂,我輸出比他高 但為何我會輸 不就是因為我輸出太過集中 太過集中是一輸 他平均分佈他的輸出是 我說集中不是一輸 我只得獵人一堆輸出 欸 真的不可以這樣 真的不可以拍手 唉,樣子壞 樣子壞 那我們來介紹這個遊戲影片 到此為止 那我們下集影片再跟大家見面 在這裏,拜拜